今天的主題是對於特別的屬靈經歷 和恩賜的正確態度 為何我們會有這個訊息呢 因為有時有些人會卡住一個位置 人家有這個經歷 人家又聽到耶穌說話 人家又見到耶穌 人家又去天堂 我們又沒有 他們又經歷很大的聖年充滿 我又沒有 他們又很有恩賜 他們又見到耶穌 他們又聽到耶穌說話 我又聽不到 我又沒有什麼恩賜 於是心裏可能有些不同的負面的感覺 或者太過追求某些經歷 或者某些恩賜 我們追求神是沒有問題的 神是我們永遠應該追求 但是恩賜 我們追求神的時候 神會給我們 我們的注目不是只有恩賜 因為神會給的 我們渴望恩賜沒有問題 但是第一個注目如何在神身上 就不在恩賜身上 因為有些人很想有大恩賜 他注目錯了 即是他只注目在恩賜 因為有時只注目在恩賜 就是我想很厲害 我想很有能力 或者我很想有特別的經歷 這件事可以走差了 雖然我們有強烈的經歷和恩賜 是沒有問題的 是好事來的 問題就是我們的重點放在哪裡 還有有時有些人說 我都沒有的 神就是不愛我 我也是沒什麼用 變成更差勁 就變成覺得自己很不及人 就有更負面的看法 所以我這次的訊息 是講到如何調整我們的方向 一方面我們渴慕神 渴慕屬靈的恩賜是沒有問題的 渴慕經歷也沒有問題 不過問題是我們在神裡面有平安 我們沒有這些經歷 沒有這些恩賜而受影響 這一點是重要的 即是渴慕得來 不要受了影響 有些人渴慕 就經常得不到 那他就說 神也不給我 哎呀我也是沒用的 這樣就變成有負面的影響 我們注目在神 神給什麼 我們就接受什麼 是OK的 例如我自己那樣 我曾經祈禱有些人上天堂 我又沒有上過天堂 我祈禱有些人見到耶穌 我又沒有見到耶穌 我祈禱有些人 他又聽到耶穌說話 我又只是領受意念 我沒有聽到耶穌的聲音 而那些人 有些真的一祈禱馬上有 即是祈禱馬上有 但是我呢 求神了很久 都沒有 但是我心裡 我深信神的慈愛、憐憫 祂的計劃 不要緊的 總之我聽神話就可以了 因為神體中 不是你有沒有什麼恩賜 到神會的時候 神母說 喂 你有沒有見過我 你有沒有說過謊言 謊言是好的 不過不是注目在謊言 你有沒有說過 你沒有說過 你有沒有恩賜 你有沒有什麼經歷 你沒有 那麼不讓你上天堂 不會這樣的 神會 反而他說 你有沒有愛我 你有沒有遵從我 你有沒有服侍我 你有沒有祝福人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最重要是注目在 神吩咐我所做的一切 首先 神應許超自然的恩賜和能力 為了大使命堂建立教會 這些超自然 當然所有恩賜都是超自然的 不過比較超自然 譬如醫治、神跡、趕鬼、建議像、移夢、上天堂 這些經歷 這些經歷 我們說是比較超自然 都是超自然 兩者都是超自然 不過這是用一個字眼 不是平常看得到的 而信耶穌改變 這也是超自然的 這也是神的作為 神是應許的 給我們超自然的恩賜和能力 目的是甚麼呢 是為了大使命堂建立教會 就不是為了我們的享受 我們可以享受 即是我們可以同時享受 沒有問題 不過目的不是享受 耶穌沒有說到 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你就必定享受 耶穌不是我 耶穌說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著能力 就由耶路撒冷起造地極 作我見證 就是耶穌親自說的 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目的是甚麼呢 有能力 就在耶路撒冷猶太傳地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這就是神的目的 而聖經也很清楚地說到 就是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將我的靈僑冠凡有血氣 神想的 所有人都有聖靈充滿 這是神的心意 而講出一些超自然的經歷 就是說如言見異象做義務 還有神的伯仁侍女 能夠說如言 這是神的心意 而這是甚麼時候發生呢 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即是說一路到世的末日 由初期教會 因為這個預言應驗 就是在五秦節初期教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應驗開始有預言異象異夢 直至甚麼時候呢 直至到耶穌回來 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所以神是想的 神是想我們能夠說如言 見異象作異夢 神是想的 不過不是每個人有同樣的恩賜 因為有人有預言的恩賜 我們稍後會看 哥倫普多前書十二章說到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賜 以及聖靈是按照他的己意 來運行的 而在哥倫普多前書十二章八字那裡 寶來就說出有各樣的贖靈的恩賜 寶來並沒有說這些恩賜會停止 所以會繼續的 有智慧的言語 能夠說出智慧的話 知識的言語 可以是知識認識神 或者認識這個世界不同的東西 也可以是認識某一個人的需要 某一個教會的需要 或者他的問題 知道他的情況 這個也是神可以賜給人這個恩賜的信心 這要說到信心就不是得救的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有這個恩賜 所以這個恩賜就是一個有信心 信心我們要很明白 信心不是放在人自己身上 我很有信心 我堅定相信 而是甚麼呢 放在神身上 我放心信靠祂 這一點很重要 我信靠耶穌 我知道祂一定是美善 祂一定做偉大工作 這就是信靠神 就不是說我信我的信心很大 這就變成了信我自己 不是我們的信心大所以做事 不是我們的信心大所以有成就偉大的事 乃是神會做偉大的事 所以我信靠祂 所以信心是放在神身上的 其實我們所有跟神關係的東西 都是放在神身上的 就不要放在我們身上 我多厲害啊 不要這樣想 而是神很厲害 經常都說神很厲害 好了 他就是說我相信神的作為 他信靠神 於是神真的賜給一些人 祂有信心 有叫死人復活 叫盲眼的人開眼 真的有很多這樣的神跡 這也是我們可以 去運用這些神跡 這些信心 去到宣教的時候 尤其在需要的時候 但亦都在香港 當你見到人有這個情況 你也有信心去祈禱 求神去醫治他 還有一人蒙者為聖年賜 他醫病的恩賜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可以 有醫病的恩賜 根據哪裡呢 馬虎福音十六章那裡說到 信的人必有神職 除了他們就是 奉我命趕鬼 和守暗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我們都可以 守暗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不過有些人的確 有強烈的醫病的恩賜 譬如Kathryn Kuhlman 有一個人叫做 我忽然不記得他的名字 他作本書叫做 《God's Generals 神的將領》 他叫做Learden Roberts Learden 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s Learden 他說他曾經大約十歲的時候 在Kathryn Kuhlman 傅爾曼的聚會 就看到修女進來 修女是捲曲的手 坐在輪椅上 不能夠走 但當Kathryn Kuhlman 在台上一路祈禱的時候 他就開始動 他的手在骨一邊伸直 和一邊伸直 最後他的手伸直 伸直之後他又想起床 接著其他修女就扶他起床 他起床之後就能走 這是他親眼看到的神跡 是真的非常強烈 Kathryn Kuhlman的神跡 在網上可以看到 有人是怎樣的情況 有一個媽媽和兩個女兒 都是成年人 坐在桌上 即是一個台上很遠 Catherine Coleman指向方向 說這裡有人 會有這些很嚴重的脊骨問題 被醫治 接著他們就感受到能力 很大的能力經過 然後他們醫治 這個媽媽就在網上有作見證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可以參加一個我英文影片的群組 我放過那個影片 之前應該放過 不過我可以再放 這就是醫病恩賜 即是神可以賜給人 有些人說 他這麼有醫病恩賜 為何我沒有呢 神做每一個人不同 因為我們正如身體每一個部分 手說我想吃東西 那手不能吃東西 那你的作用不是吃東西 你的作用就是要做東西 那口就是吃東西 那你說我做口就好 那經常吃東西 我做手就要做東西 但是這個是 每一個個體有它的功用 那口也要說話 它也要做東西 那每一個身體的部分都有它的功用 同樣我們在主的身體裡 都有不同的功用 有多少人能行異能 或者不同的異能 尤其在大災難的時候 譬如可能能夠將食物變 即是樹葉、草變食物 或者是泥土變食物 那就有很多食物了 這個異能 或者是行在水面上 或者是移山 我們在這個時候 神指示我 哪一樣異能是你想我行的 還有作先知 有些人真是先知 不過這個世上 亦都有很多假先知 有些人就 不是完全假的 他又內中有一些準確 這個真是有的 那怎樣分辨呢 我就會鼓勵這些人 首先不要這麼快 說自己是先知 並且分辨清楚 因為有時候 他們有些說得很準確 有些又不準確 因為他們的生命裡 有些問題 不代表他們不是真的先知 不過有些他單純為了利益而去做先知 的時候 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有人跟你說 神告訴你 神告訴你 你將來要做宣教士 你一定要自己也有同樣的感度 你一定要從神領受 不是他說就一定是 譬如他說 你要跟我結婚 或者你跟誰結婚 你不要聽錯就當正是 一定是 因為有人是真的收錯 我真的聽過不同的收錯 剛剛這個星期 我聽到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有個人告訴他 九月份就會有 這個世界末日的開始 我後來傳個訊息給他 我說你很快會知道是否 即是你很快會知道 我們應該隨時準備好的 不過如果真的 九月份 這個人真的收到準確訊息 不過如果不是的時候 這個人說的就未必是對 他也問我 大災難有甚麼跡象 聖經說了 我們應該找聖經 聖經說甚麼呢 七印 第二印是甚麼呢 第二印就是奪去太平 即是世界上再沒有太平 現在還有很多太平的地方 到時是沒有太平的 這個你就知道 這個真的是世界末期的開始 另外 第四印就是死了人的四分一 哇很厲害 死了那麼多人 到時你就知道 這個真的是世界末期的開始 這些是聖經說的 是沒有錯的 我們就跟從聖經之後 先知道的 我們一定要分辨 好了 萬一譬如我們收到訊息又怎樣 我們一定要考證 從各方面考證 譬如你說我祈禱 我們去驗證一下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要緊的 繼續學習 有時或者過程中慢慢進步 有些人便滅諸靈 他真的能夠領受 這個人有甚麼邪靈 對於說的邪靈 很有幫助 他有甚麼邪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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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邪靈 他有甚麼邪靈 他會感受到 有人說謊言 這是其中的因子 你會發現 說謊言和翻謊言 放在最後 這不是代表 他們不重要 他們是重要的 不過有些人 就很看重 沒有謊言 很不行 總是經常很想有謊言 也有些人 總是叫別人跟著他講 或者模仿 或者說快點 說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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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謊言 說謊言 說謊言 我們不要追求錯誤的方法 是聖經沒有說的 亦有人是翻謊言 這個因子 的確是少人有 不過我見過有人 是有這個因子 我問他 我的謊言是甚麼 他說 你經常說 我愛耶穌 你一直說謊言 都是說我愛耶穌 而耶穌答應神職的能力是甚麼 全福音 在馬虎福音十六章十五節開始 往普天下全福音給馬民聽 信而受死必然得救 然後信的人有神職 哪個人有神職 是個個信的人都有神職 每一個信都可以有神職 所以你也可以相信 你可以有神職 尤其當你去到一些困苦的地方 去宣教的地方 更加容易讓你看到神職 這是加強你的信心 讓你看到神的真實 所以我們有機會去宣教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都參與 星期二我們有宣教 如果有人有興趣可以參加 那就可以趕鬼 說身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有必不受害 這個我覺得 應該是 在受迫伯的時候 就不是要來隨時做 不過有些中派 他們是開始了甚麼作為呢 就是真的找毒蛇來摸它 這些行為 大部分的教會都沒有這麼做 我自己聽到 我就覺得 是不是這個做法 有些像耶穌所說的 耶穌所說的 不要試探神 因為魔鬼跟他說 你從塔頂 從聖殿頂跳下來 天使會托著你一腳 但耶穌回答他 不要試探主你的神 你不要試探神 看看救不救我 所以你不要有空 找蛇咬你 看看神會不會救你 然後手按病人 就變好了 病人變好了 所以每個基督徒都應該為人按手 這是應該追求 但是不要 你自己有問題 譬如情緒問題很嚴重 或者你有邪靈的問題 你就不要跟別人按手 但那些問題 基本上處理好 你就可以放心 尤其在聚會 你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放心 為人討告 這會加增你對神的工作的信心 而神職的目的是什麼 這裡我們要看清楚 聖經說的目的是什麼 一起說 證實所存的道 就是證實神的話語 神職的目的不是在神職 而是在證實神的話語 我有些失望 有些群體 他們經常追求神職 我曾經說過 在安卡羅第二天來香港的時候 他們就請人出去分享醫治 我去排隊 我不想分享醫治 我是分享 神就更新我 上一次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 我告訴那個負責人 他問我想分享什麼 我告訴他們 他就叫我回頭 我覺得很失望 我很失望 為什麼呢 神職的目的就是 是我們更新改變 事奉提升的 就不是為了醫治 他就只是想強調醫治 醫治是會吸引人來的 不過吸引來 是不是代表吸引他改變呢 反而他生命改變 令到有些人說 我有聖靈的能力 可以事奉更有能力 可以帶著神的能力 祝福人 對於愛慕神的 和體重遵從神 事奉神 因為聖經說 我們有一天交障 都是我們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有沒有使用我們恩賜 所以基督徒應該有一個目的在那裡 但是呢 當時來說 他似乎沒有這個心意 我們都失望 就是有些聖靈的聚會 只是想經歷 就沒有下一步 也有些只是想預言 總是他們排隊講預言 少說到神如何興起人 因為我曾經為這些先知翻譯 翻譯的時候 我發覺多數都是 他有什麼煩惱 走來 他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經濟困難 而不是說 在這個時候 神指示你 將來你如何給神使用 就是我覺得 那個注目就在他個人的需要上 而我們應該注目在神的身上 所有對於神職 或者神的工作 和經歷都應該注目在 神想做什麼 不是我們想得到什麼 因為我們做神的工作 自然神就會祝福我們 聖經要講切勿淑寧的恩賜 切勿的 不過聖經也講到最大介面是愛神 所以第一是愛神 然後我們可以切勿淑寧的恩賜 不過他這個講道 恩賜有不同的 就是在作先知講道 其實原文是說如言 但是翻譯聖經人 就覺得 因為他們可能不太接受 語言 切勿講語言 嘩 不行 每個人都講語言 那怎麼辦 這個要分辨的 不是說是人講語言 就接受 他們就把它翻譯成 先知講道 其實語言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講將來的事 一個就好像舊約的先知 指出以色列人的罪 指出他們應該做什麼 所以他翻譯成先知講道 即是有一部分的作用 但是聖經講道 原來最重要是我們切勿 說如言 或者先知講道 而是為了造就教會 在第四節講道 作先知講道 說如言的是造就教會 而說謊言是造就自己 造就自己也是好的 不過目的是造就自己 這方面對於謊言的功用 其實在聖經裡有講到兩句 第二節在尾那裡 大家可以看到 他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傲備 他是講說各樣的傲備 和造就自己 這是聖經講道謊言的兩個益處 聖經有講到 阿拉利 不是 對不起 彼得去到高利留 那裡 他們就讚美神 他們就說謊言 在那裡讚美神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 謊言的 一樣的功用 就是讚美神 那我們看到 謊言的作用 在聖經裡有講的 就是講說神的傲備 造就自己 和讚美神 那有沒有其他功用呢 很大可能有的 那有些人就說 有這個經歷 就是當他講謊言 他就更加容易聽到神的聲音 或者見到異象 或者進入神的領域 那這個是可以有的 不過聖經沒有講 那有些人有這個經歷 那是好的 不過有些人就把謊言 就變成了 是差不多萬能的 譬如他說 趕鬼趕不到 我就講謊言 他講到 我又不會否認 不過聖經沒有講 有些人就會覺得 就是做什麼 祈禱 譬如你不知道 祈禱什麼 你就講謊言 那這個是不是答案呢 或者是 不過聖經沒有講到 而聖經講到的 就是說 講說奧秘 和造就自己 和讚美神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不要將一樣 聖經所講的 聖經有很多恩賜 但是特別把謊言 那個擴大到的領域 就好像很大很大 就好像 包羅萬有 有人跟我說 他就說 一天講幾個小時 謊言 你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不否定這件事 不過聖經也都講到 我講到 我講到 用心靈愛慕神 都是很有功用的 不只是謊言有功用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 將一些 功用是聖經沒有講 全部加進去 就是說 你說謊言 我們不會 我覺得是好的 不過 不要覺得謊言 就會解決了 你屬靈的問題 或者說謊言 就會進入一個 高超的領域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明白 因為有些人 經常都 緊張於 我沒有講謊言 就覺得 差點 其實你愛慕神 遵從神 侍奉神 你已經一直進入 神就會祝福你 不用注目在某一樣的經歷 除了神給你 是非常好 但如果神沒有給你 也不用招呼 也不用不開心 好 那屬靈恩賜 和經歷的憂慈 這個次序是什麼呢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一節說到 這些都是聖靈所運行 隨己而分給各人 上文說到什麼呢 第八節十節 就是講到這些 智慧言語 知識言語 醫病的恩賜 作先知 說謊言 這些恩賜 都是超自然的恩賜 便別諸靈 他說這些都是聖靈運行 隨己而分給各人 即是說 神是歡喜 將某些恩賜賜給某人 有些人說 這樣就不公平了 人家有我就沒有 其實神給每一個人 一定有他的原因 一定有他的心意 有他的計劃 只要我們聽神話 每個人都可以發揮 即是不會去到天堂的時候 就是這樣 有些人 很大的恩賜 他使用很大 這個人恩賜太少了 不過他很愛神 很想給神用 不過因為他恩賜太少了 所以去到天堂的時候 神說你的恩賜太少 所以你做不到什麼 所以你沒有什麼賞賜 我就覺得去到天堂 就不會說 你恩賜太少了 所以你沒有什麼賞賜 我覺得神會說 你有沒有愛神 你有沒有遵從神 你有沒有侍奉神 這才是最重要的 恩賜的目的 只是為了幫助我們侍奉 並不是目的 這是一個工具 不要把工具列為目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是聖靈隨己意的 我們有什麼 我們就感謝神 但我都會說過 你有信心是可以發揮的 是可以發揮的 即是你有信心的時候 神就會加添你的恩賜 譬如你分享 可能你起初沒有什麼信心 但你有信心的時候 你說話會提升的 我還沒信耶穌的時候 我說話會脫脫脫脫脫的 周時說了一半是斷了 但我一信耶穌 我經常作見證 我即時說話就改變了 後來我在外國回來的時候 我爸爸就問我一句話 他說你說話這麼脫脫脫脫 怎麼做牧師 他曾經問我這句話 我說神很大改變我 這個就是原來 神是可以做很大的工作 就算好像本來沒有的 神也可以提升你 讓你的恩賜 有這個恩賜 以及提升的恩賜 不過有時候我們記得 不要勉強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 真是五音不全 他可不可以唱到敬拜 或者令敬拜 有可能 他每天去練就行了 他跟著我琴練 你會唱過很順利 最重要的是大順敬拜 而且大順敬拜 不是只要音準 是一個人的投入 敬拜 不過如果音錯 是很難大敬拜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不懂得跟什麼 音好 聽上來是困難的 所以不要勉强这个人是任不准 不过他因为觉得任不准 我更加要进步 他就经常很想做敬拜队 那时候就变成了不是神给他的恩赐 就不要勉强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 我们神想我们用的 譬如圣经讲到 奉耶稣命赶鬼 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这个是神想我们用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找我们有什么恩赐 那你没有呢 你找不到就开始帮助周围的人 你开始帮助周围的人 你就发觉你自己有什么恩赐 这个是做眼前可做的 你就慢慢一步步可以提升 好了 很重要就是我们明白 圣灵是随几一张恩赐给人 神有心意赐什么恩赐 所以我们就不会勉强 不会觉得很辛苦 没有啊 不用这样想的 神地什么我们就欢喜 随时随地 从初信的时候就开始欢喜 神会祝福我的 什么地步我们都欢喜 那人就开心快乐了 好了 这个次序 我们生命的次序 应该跟从这个次序 最重要是爱神 这个最大戒名 最重要是爱神 第二 亲近神 跟神有亲密关系 和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呢 有些人以为 圣灵充满就是躺在地上 不是的 圣灵充满就是和神有很密切关系 随时祈祷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 经历到神的能力 亦都可以为人祈祷 时带着能力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能力 但是可惜是有很多教会 是对圣灵充满是不接受的 他们只认为圣灵充满就是很听神话 就没有相信到这个超自然的能力那方面 那我们见到这样的人 我们都分享给他听 又不用强迫他 但是分享给他听 让他希望他会被吸引 希望他会追求 只是说 你爱慕神 亲近神 尊重神 神就会将恩赐越来越给你的 圣灵充满越来越加增给你的 就不是一定追求什么特别的经历 但是你日日爱慕神 你整个心灵 全心全意爱慕神 你可以越来越经历神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和他分享 还有分享 我们圣灵充满之后有什么帮助 还有活出神的话语 就是说 神吩咐的 我都去尊重了 接着 很重要就是行动 连敏人 又会受教导 去训练 去终练去帮助人 又有恩赐中运作 使用不同的恩赐 又有寻找神的策略 神有什么策略 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 所以第一 不是追求恩赐 第一是追求爱神 同神有亲密关系 被四年充满 活出神的话语 有怜悯的心 怜悯的心 就有行动 就要受教导和训练 去帮助人 和恩赐的运作 找神的策略 这个就是一个次序 神想我们的次序 而在临前十二章十六节 那里讲到 耳朵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于身子 不会说耳朵 不是眼 那就没用了 但是耳朵有它的功用 如果全身都是眼 那谁听话呢 全身都是眼 身体都不够 所以我们就知道 每一个身体部分都有它的重要性 而相问是讲开恩赐 那就是说什么呢 有人的恩赐好像是手 有时候好像是眼 有时候是口 你就有那个恩赐 你就感谢神 你就使用 你就不要 善恶或者妒忌其他人 或者看低其他人 就是眼闻 我对耳朵说 我不用要你 我不用要一脚 每个全身 每个部分都需要的 所以我们就说 配搭 大家配搭 这个才是重要 所以恩赐 不会叫人比其他人 更加重要 在天国里面 不是因为你有恩赐 而是你越爱神 越遵从神 越受奉神 你在教会 你可以成为支柱 什么意思呢 支柱 为什么这个人又成为支柱呢 因为他真的帮教会成长 帮助神的家 一路进步 向前去拯救更多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神 遵从神 侍奉神 建立教会 所以他就成为教会的支柱 有些基督徒 他们只是 拉车边 只是紧紧得救 但他没有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注目 是在我们如何生命 被发挥地使用 而不是恩赐 但恩赐是宝贵是重要的 但因为恩赐 牵涉到本人的能力 因为有恩赐有这个能力 因为人的自卑感作水 所以很多人就很想 我有多些恩赐 多些经历 其实就像注目在自己 反而我们注目在神 做神的事 就不是注目在我有多厉害 因为恩赐就变成我厉害 这个意念我们需要放下 而知道有恩赐不代表你比别人强 或者医病很厉害 例如Kathryn Kuhlman 如果她说 我医病比你强 然后她就骄傲 神就不喜悦 所以我们就知道 骄傲是会破坏性的 不要因为某些经历 而觉得自己不重要 因为没有某些经历 因为这几方面 方言 疑仗 疑梦 见耶稣 这几样的经历 不要因为自己没有说方言 没有疑仗 没有疑梦 或者听不到耶稣的声音 看不到耶稣 觉得自己不及人 就是好像 手永远都看不到东西 他不会说 我看不到东西 所以不及人 不是的 他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 我没有恩赐 所以我不重要 只要是我们发挥生命 譬如像我那样 我又见不到耶稣 我很想见耶稣 我真的很想 想到不得了 我很想去天堂 很想 很想听到耶稣的声音 我很想耶稣告诉我 你现在到第一步第二步 我很想耶稣跟我这样说 你今天做什么 你今天说什么道 我很想的 不过耶稣始终没有做 不过不要紧 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 那我就满足了 我就不会说 神啊我要 我批准你 麻烦你 哎呀快点 你不让我 我不做的 我可以这样 我这样做 反而是违反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我们没有这件事 就不开心 有没有这件事 就觉得不及人 有时有些人就觉得 我要说谎言 我要说谎言 你有谎言是好的 而谎言是 稍后我会说的 应该是圣灵充满自动产生的 第二 神称赞人信靠亲近爱遵从 遵从与侍奉他 即是神称赞 这些不是称赞 我们是没有恩赐的 神没有称赞人的恩赐 很强或者是特别的经历 第三 单追求恩赐或经历 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天国 他为了自己 我要比较能力 我要多一点经历 第四 恩赐和经历 是为了能够有效侍奉神 我们可以追求恩赐和经历 但最重要的是追求侍奉神 因为这些恩赐和能力的目的 是为了侍奉神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个人享受 也不是为了提升个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 重要性 是放在爱神 遵从神 和侍奉神上 我们讲讲这个恩赐 就是聆听神的恩赐 因为有些人说 我听到神的声音 有些人就很渴望 很想听到 我们怎样有个平衡呢 圣灵真的会对人说话的 而这几处经文 都是说给我们听 神会对我们说话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都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要跟随我 就是神的子民 会听到神的声音 会跟随耶稣的 而第一个声音 我们会听到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叫我们知罪了 他说到是保卫师圣灵的 他来到就叫我们为罪 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即是圣灵 我们基督徒最容易听到的声音 就是我们犯罪觉得不舒服 在里面觉得啰啰啰 因为他肯定不舒服 因为他犯罪 这就是圣灵的第一个声音 我们应该要留意的 因为这个声音听惯了 我们就知道神的声音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那个意念来到 而且你发觉摆脱不了 是很好的 譬如你犯了一些罪 你想犯了一些罪 或者想生气一个人 心里就知道不对 但心里总是很想生气 想生气的时候 心肯定不舒服 很不舒服 可能我们自己和自己说 他这么坏当然会生气 但仍然是不舒服 总是不舒服 直到我们放手 我们习惯了 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 犯罪的时候觉得不舒服 是圣灵提醒我们的 还有《弗里比书》二章十三字 是很特别的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我们立心去做 和做出来 当然这个是指 做合乎神心意的事 我们立心去做 和做出来都是神运行 即是基督徒和神的联系是很强的 这个经文是很特别的 就是神和我们在里面 直接是联系 有些人就说 那是不是我变成了机械人呢 其实不是的 是我们立志 真的是我立志的 不过我立志的时候是神运行 这件事怎样呢 我们真的不太明白 但是很奇妙的 其实也非常美好 为什么呢 我们有全能的神 慈爱的神 在我们心里运行 是不是很好呢 就是会带领我们 走神的路 祂真的在我们里面 做工 带着我们 那我们发觉 原来我们所有立心 想去亲印神 去遵从神 侍奉神 去帮人 遥书人 全部都是圣灵 感动我们去做的 然后推动我们去做 叫我们走出来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 也不太想做 我们就发觉 有另一种力量推我们 你去做 你去遥恕它 你去祝福它 你去帮助它 你全福音 你不全没人全的了 你要全福音 我们会有这些意念出现 这就是神在里面提醒我们 你遥恕它 你不要生气它 一直提醒我们 我们就知道 这是圣灵运行 所以其实 每个基督徒 都一定有圣灵运行 和圣灵的意念在心中 我们就知道 每个人都听到神的声音 不过有些人 是特别听到 直接有东西跟他说的 那时候我还记得 黄瑞君牧师 他有一次走过马路的时候 忽然听到 瑞君是没有人的 就是耶稣跟他说的 另外就是 Eon McCormick 有一个人死了 被那些白炸炸了 这个影片很特别的 后来他去了地狱 又去了天堂 他睡在地上 那时候被那些白炸 是全世界第二致命的 他在那里很累很累 他在黑盲眼睡 接着他听到 有声音跟他说 如果你现在睡觉 你不会再醒醒 他说 谁跟他说 真是没有人的 后来又跟他说 你去 找人帮 你去 然后去到那里 的士路 不肯在他 因为他没有钱 穿着泳衣 人家知道 那些钱不在他身上 然后声音跟他说 你会为你的生命 乞求他 他就跪下 他这几次听到 神的声音跟他说 这些是有些人的经历 我也很想 我真的很想 不过我到现在 都没有 我只是有一些 意念在我里面 也有很多教导的意念 我很感谢神 很感谢神 因为我们应该为 我们有的 如感谢神 因为我看他的教导 我都没有听过 别人说过 我很感谢神 给我这些 非常有用的 实际的教导 就是这个圣灵运行 所以我们就 多谢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还有马太福音十章十九节 你想将来听到神的声音更多 你为神受逼伯 你就会听到 因为他说 你为神受逼伯 你不用想着说什么 到时都有圣灵 会教你说什么 所以你受逼伯 你就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 不过你说 哎呀 那时候就惨了 但神也会被足够力量 所以这些经文 都是告诉我们 基督徒是 个个都听到神的声音 不过听得多还是少 好了 这里就讲到 不同方式听到神的声音 第一就是知罪 离罪 遵从神的声音 叫我们悔改离开罪 以及听神的话 遵从神的话 第二就是读圣经 听到思想经文的时候 被提醒去遵从神 就是说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听到圣灵就提醒我们了 我们有什么观念要处理 有什么耐心要处理 有什么行动要做的 那时候神就提醒我们了 第三 这个我们要留意 其实很多时候 你看圣经 听到都会有这些意念 我自己讲道的时候 也会有这些意念 神有提醒我 再说 如何说清楚一点 第三 在做一些抉择的时候 神会提醒 你一直为这件事 祈祷 好 神啊你带领我 带领我 神就会带领的 神就会感动你的 在我第一个太太离世的时候 其实我有想过是单身去宣教 打算拿一个行李箱去宣教的 那时候就有一个情况令到我考虑 是不是 Shirley就是神为我预备的 但我是很小心 我跟神说 如果不是神的心意求你拦阻 大力拦阻 神要求你大力拦阻 如果是神的心意求你成全 那我们就求印证 有几个印证 第一个印证 就是他每年 通常放暑假他都去旅行 但那年我问他 你有没有时间跟我去宣教 他说我这么多年都去旅行 但今年当他说去旅行的时候 他跟他的朋友谈去旅行 但结果就谈不成 又忘记了 所以到当时就来暑假 都没有安排 平时早安排 他是很早安排 他什么都计划了 每一个步骤 他都想得很清楚 他跟我的性格非常不同 这个就是保证 永远保证 但那年他完全没有计划 我觉得这是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然后到宣教那里 那个洗澡那里 是有大蜘蛛、大蟑螂 大蚊 很巨型的 他平时是很怕的 但他那时候都可以忍受到 还有不同的情况 都是令到我们知道是神的心意 我们都求神去带领 就是说做决策的时候 神会带领我们 有些人看到一个很吸引的义性 心就很吸引 但总是有声音说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在里面总是有提醒的 他总是要跟他辩驳 是的 这个是 这个很漂亮 这个有很多条件 但圣灵总在里面提醒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灵的声音 就不要跟从自己的意思 跟从圣灵的声音 或者找多些人一起祈祷 第四 有时会自动有些 不是来自自己的意念 而且合乎圣经 和对当时的情况有帮助 这个很可能是圣灵的声音 就是怎样呢 自己都没有想起 忽然间弹出一个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意念 或者是一样 对当时很有帮助 但我想不到解决方法 譬如Shirley也曾经跟我说 她说是个发梦 她在电脑有些问题 她是不能处理 日常不能处理 在发梦的时候 神指示她的方法 然后她发觉是能够解决的 也有试过她起床 前晚的事情 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但当时起床之后 有些意念出现 这些都可以让神 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帮助 这也是我们有时会收到的信息 我们也留意任何情况 可能都有些意念出现 神的声音 或者意念的特色 第一 一定是合乎圣经 当时有个传道跟我说 她说我和太太离婚很平安 我说这不可能出于神 神不会违反她的圣经 圣经叫我们不要离婚 但这个传道人 她不肯听我的话 她总是坚持 她亦在起初我辅导的时候 叫她聆听你的太太 回应你的太太 关心她 她又不肯去做 到她想离婚的时候 她亦不肯听我的劝告 因为圣经说了 我们不可以违反 但他们经常说 我领受到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可以出自自己 或者出自魔鬼 第二 是对我们有特别的提醒和帮助的 第三 不是出于自己想起来的 而是自动来的 有时我们自己想起 都可以是圣灵的声音 因为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心里运行 有时我们立心去做的东西 都可以是神给我们的意念的 有时可能是跟我们的想法 是相反或是无关 这更加证明是神的意念 本来这个人明明是想 去做什么一件事 但是神就叫他去宣教 你不要去那里玩了 你去帮这个人 他明明不想的 但是神给他 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或者意念 第五 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奇妙的领域 或者提升我们的生命 以及帮助我们服侍别人 这都是让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很大可能是神的声音和意念 我们要分三个声音 神的声音 人子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 人的声音 如果不是属于神 有时是属于神的 有时我上去传福 是我的意念 但也是神的意念 这个很明显的 因为它是合乎圣经 但是如果这个意念 我要骂死他 我要生气他 我要不理他 这些人自己的意念 罪圣情的意念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吹神 也就是魔鬼的意念 很明显的犯罪 你跳楼 那些很明显的 有些基督徒甚至跳楼 他还问我 跳楼是不是还可以去天堂呢 其实他的意念 都是对神是不信任 对神和神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听到神的声音有什么帮助 我也是觉得很有帮助 其实我也是收到的 不过听不到一个声音 跟我说话的声音 但是我是收到很多教导 这个都是聆听到的 有什么帮助 第一 肯定神是真实的 祂真是活着的 第二 更加经历到神的陪伴 带领和力量 祂真是跟我一起 祂带领我 祂给我力量 第三 对不起 数字写错了 领受生命和侍奉提升的方向 神会带领我们的方向 因为神的方向是最好的 第四 就是为人祈祷的时候 传呼音和帮助人灵命的时候 可以领受神的方法 如何帮助人的灵命 传呼音 第五 在大灾难的时候 领受如何回应敌人 如何得到保护和供应 其实听到神的声音是很有帮助的 任何时间都是有帮助的 好了 平衡 要平衡 就是说不要将这件事放高于一切 第一 每个基督徒都一定收到神的意念 我们分别是神的意念 就当顺服 这是第一个平衡 有些人经常收到神的声音 但他不愿意 他不肯听话 神说你宣教 他不肯 他说宣教这么辛苦 我不去了 那么 神不起悦的 虽然他听到 神会说你听到我的声音 我称赞你不会的 他没有听话 神不会称赞他 第二 有些人较容易听到神的声音 这是因事 有些人较弱 有些人较强 因为高林德前书12章11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运行 随己以分及各人 有些人特别听到神的声音 这是礼物 我都跟这人说 如果我听到 我都不知多开心 我就会天天去聆听神 神啊你给我什么方向 不过神选择用一个 耐心的意念给我带领 但我一样感谢神 我是很想 但是有些人他总是 不是那么强 其实我参加过不同的先知的训练课程 亦都被不同的先知祈祷过 亦都有先知跟我说 他那时候这样说 他说有多少个人呢 你是有先知性恩赐 个个都站起来 只剩下我一个 最后我站起来 因为我收到神的 二年不过我收不到声音 最后站起来 他说是你了 他跟我说是你了 差你一个 但我到今天都听不到 但我始终是有意念的 这个就是我们接受 原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 不过我们可不可以操练呢 是绝对可以操练 多一些安静等候的神 是可以操练聆聆听神的 好了 第三 我们应该放最多时间 在亲近神、爱神、尊重神 以及侍奉神 这是神吩咐的 我们应该渴慕听到神的声音 但不要将听到神的声音 放高于爱神和侍奉神 这是平衡 因为有些人 他经常都只想听到神的声音 而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爱神和侍奉神 这个才是神会祝福和赏赐的 圣经没有影响 他说你听到我的声音 我就称赞你 我就赏赐你 没有啊 他说你听到声音就开门 我就进入你的里面 你在门外溝门 你回应 然后我才喜悦和赏赐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听到声音 并不是得到赏赐的原因 而是你听到声音之后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最渴慕就是 我们听到神的意念或者声音 会行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平衡 就不只是放在我听不听到 听到是很有益处的 不过听到并不是一切 听到不是最高的目标 但听到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第四 圣经是神对我们说的 最清楚的方式 所以我们第一样要听 最容易听的 圣经 圣经明明说了 圣经说了不要跟不信的 同乎要欺骗 说了的 不用问的 有些人就会问 神这个真是特别好的 他真是很好人的 他虽然没有信耶稣 你快点为我预备 行不行神 跟我说话 圣经明明说了 不要 你不要跟不信的人在一起 不要与不信的缘一相配 不如同乎一握 是圣经说了的 我们就不要去欺骗神了 最重要是圣经说了 我们就听从神话 其实有很多人 常常找诗诗的 那些东西 全部是圣经回答的 因为他们常常说 神啊你会不会祝福我 圣经回答了 你爱神神就会祝福你 有些人常常说 神是不是要我去服侍 当然是要 你就由你现在开始 有很多人去问这些东西 有些人是否神给我恩赐 神一定给你足够的恩赐 一定够用的 好了 怎样更能够听到神清晰的声音呢 怎样能够呢 第一 时时保持内心平静 随去习念 放下这些习念 第二 建立与神很亲密的关系 经常深信神很爱我们 就离开罪了 全面性处理负面思想 情绪 内心和人际问题 有人骂过你放手 放手 不要紧要的 不能死的 所有问题都放手 最重要是要跟神有密切关系 亦都可以用诗歌和祷告 赞美神 爱慕神 多些用诗歌 帮我们心平静 然后在安静中等候神 等候神可以在安静 亦都可以默想一句经文 或者用诗歌来到敬拜 来到留意神的意念 亦都有些人用 一个祈祷 就是重复一句说话 比如说 耶稣祝福我 有些人是这样的 比如说 将一些重担呼出来 然后让圣灵入在我们里面做工 耶稣帮助我 耶稣帮助我 这些是有些人用的方法 哪个方法最有效呢 你自己试一下 哪有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你就用那些方法 即是可以在安静 但安静得来 有些人可以静 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安静在这里 但是我也鼓励安静中 都爱神 喜欢神 就在这里爱神 神就会跟他说话 有些人是特别容易 这样的情况 不过有些人 安静的时候就收不到 有时突然间又收到句说话 每一个人有不同 不过安静的时候 也确实有帮助 第五 在任何情况 留意任何外来的意念 合乎圣经对我们有帮助 尤其我们没有想到的 留意任何出现的意念 好了 我又说说谎言 之前我也有说过 谎言是讲说神各人的奥秘 先知说道 即是说预言是造就安慰勸勉人的 但是说谎言是造就自己的 这里讲到是讲说各人的奥秘 要翻出来是人不明白的 所以这个谎言就不是 摄罗人传第二章那种 讲别国的说话那种谎言 是真是讲神的奥秘的谎言 这里讲到谎言的益处 就是讲说神的奥秘 和造就自己 有圣经也讲到就是赞美神 对谎言的正确认识 人经历圣灵充满可以经历谎言 也可以经历爱 经历喜乐 能力 灵命更生 这么多人都可以经历的 经历圣灵是为了追求遵从大使命 不是一定要讲谎言才是圣灵充满 因为有些人 祈祷又经历很大的爱 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喜乐 他又没有谎言 他就觉得差点点 他可以追求谎言 不过不要觉得 我要有谎言才是被圣灵更大充满 其实当他经历神的爱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经历神的同在 他一直经历神的爱 在过程中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觉得不够好 而是觉得我有神的爱真好了 我有神的平安真好了 我就感谢神 我就欢喜神 感激神 就不是说我差点点 所以我总是要有谎言 如果有是好的 不过不要注目在 我一定要有谎言 第二点就是说 和我讲到 不是一定要讲谎言才是圣灵充满的 在我经历圣灵之后 那几个月 我为我们教会的人祈祷 很多人经历圣灵 但是那几个月 我都没有讲谎言 那几个月之后 才有一次聚会 是有一个在外国来的牧师 和我一个教育 那个教育是有讲谎言的 他下了台 下来和一些人祈祷 他跟那个人说 你讲谎言吧 他用英文说的 speak in tongue 然后我站在后面 我的嘴就在那里震 这个就是我开始讲谎言的时候 就是 完全不是我去想当时讲谎言的 就是说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 谎言就可以来到 第二就是不要模仿人说谎言 模仿的不是谎言的 谎言是圣灵充满带来的 亦都不要以为说哈利路由 说得很快就会变为谎言 还有不是发一种声音就是谎言 不要跟着发一些声音就是谎言 说谎言应该在爱慕神的时候 圣灵充满的时候自动出现 第三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觉得一些教友 多些说谎言就圣灵充满多些 不是一定的 有时因为那些人很想说 他经常都跟我说要说谎言 有些人就不断说 其实他跟神关系未必加强 所以我们就不要觉得 一定要说谎言才是圣灵充满 而是跟神有一个很强烈的联系 就是很强烈的联系 这个才是圣灵充满的 第三就是 讲谎言的时候 已经是会造就自己的灵命 就是说你讲谎言的时候 是有帮助的 就不是好像讲谎言又差不多 应该是有更大的喜乐 更大的能力 更大的祝福 更大的改变 而我鼓励大家 讲谎言的时候 不要脑胸霸 因为讲谎言是可以脑胸霸的 是应该有想着神 爱慕神 还有跟神有互动的状态 为什么有互动呢 譬如可能说 神啊我爱你 神一会就感动我们更加爱神 如何回应神 我们就在说谎言的时候 跟神有互动 所以其实我最要点是这样 就是说你没有谎言 你不要就说 哎呦我差点点 而是我追求爱慕神 追求的是神 爱慕神 到了时候 神将谎言赐给你 这是礼物 但是未到的时候 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不开心 也不要注目静在谎言上 另外有一件事 有些人问 我的谎言 会不会真的是神的谎言呢 会不会是魔鬼的谎言呢 譬如有时候有些人 那我就会这样说 你时针的神又处理生命 你在那里赞美神 在那里处理生命 就是你生命里面的罪 我们的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愤怒不饶恕 是不是都处理和生命献给神 而你这样爱慕神的时候 神的动作会加强 在你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会讲谎言的 这个就是出自神 讲谎言是应该自动出的 就算我们讲谎言很多 我们都是在他里面 发出来 就不是我现在要讲 这样的 这个应该是在里面发出来的 如果 譬如说这个人 生命有很多问题 他又不是爱慕神的 但是他会在里面说 好像谎言的说话 那可以不是出自神的 所以我们要分辨 就是说 说谎言的时候 是爱慕神 和跟神关系是好的 是处理生命的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会讲谎言 这个就是出自神了 好了 那各样的恩赐 或者经历 我们如何得到呢 第一就是分辨 是不是有果子 因为凭果子 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 在凭着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经济不能够摘葡萄的 若汉一书 诗诗诗诗二节 就是凡灵 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 就是出于神 你就知道 就认出神的灵了 因为神的灵 会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 有些人就会说 他吩咐这个灵 就说 你承不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 来分辨 或者我就会这样说 你就是 创造天理万物的圣父 为我们世人 钉十字架的耶稣 以及为我们 为圣父圣子 所参映的圣灵的命 求神你分辨 我们所经历的 是不是出于神 是不是 或者是不是 这个灵 是不是认耶稣 是成了肉身的 在这个时候分辨 依然 神的同在加强 我们就知道出于神了 如果不是 比如说 那个经历 一道一奉 圣父圣子 圣灵的命 祈求的时候 立即失踪 就不是出于神了 而圣灵充满 是会带来益处的 这个才是证明了 带来悔改离罪 遵从神 爱神 生命更生 会传福音 会建立灵命 荣耀神 有能力侍奉神 奉耶稣名 赶邪灵 行神迹 为了更生人的 这些就是 神的工作的分辨 我们就分辨 什么情况是圣灵工作 什么情况不是圣灵工作 是邪灵的工作 圣灵充满对于灵命 和侍奉的帮助 我们知道圣灵充满是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追求 圣灵充满其实不是一样物质 是神 圣灵是神 同在一起 所以是追求神的 神同在一起 圣灵充满神事同在一起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随时经历神的同工 他的工作 他的同在工作和能力 能够在喜乐平安兴散 慈爱复兴之中生活 还有有动力 去传福音 建立灵命 复兴人 第四 会领受神的修剪 基督徒应该学习 领受神的修剪 神修剪我们的罪 例如负面思想 一些不好的东西修剪 还有神的带领 还有他的智慧和启示 神会带领我们的 在圣灵充满的人 更加容易有神的带领 第五 为人祈祷 会帮人信主 帮人得意志 和灵命更生 越伟生 就越大能力 和越侍奉 可以千百倍 侍奉提升很多倍 第七 生命高度提升 入神的奇妙计划 第八 可以进入超自然的领域 看到异象 看到耶稣 如果有人看到异象 看到天堂 我就会鼓励他 最重要最重要 不是当时的经历 是领受神 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想我们怎么做 如何进入复兴 如何带动教会复兴 如何祝福福宣教事工 也祝福宣教会 这个就是目的 就是说 不只是当时见到耶稣 很开心 很感动 很流眼泪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们在经历中 我都会鼓励你 问一下耶稣 神啊 你想我们怎么做 你想我们教会怎么做 而我们如何更有圣灵因此 就是长期被圣灵充满 时时对付罪 处理罪 跟从圣经 有信心 相信神充满我们 时时长时间 祷告整个心灵 爱慕神 渴慕被圣灵充满 有处理生命 按手祈祷和圣灵充满的聚会 是有帮助的 而 怎样得到神的祝福呢 不只是有恩赐和方言 而是圣经说的是什么呢 是有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先求神的国和义 这些就加给我们了 听神的道 遵守的 是有福的 以神为乐 是有福的 圣经是答应这些的 圣经没有说到 即是说你有些恩赐 或者有些什么经历 你就会得到赏赐 圣经是没有说到 只是说到 我们爱神 遵从神 还有这些就是 我们献上生命 将生命献上的时候 这个更加容易有圣灵的充满 以神为乐 更加有圣灵的充满 也都进入神高度的关系 不要只是做小亲近神的基督徒 有些是稳定信主 不过没有什么果子 有些是想侍奉 但是没有什么力量 有些有些少力量作见证 或者某程度与神同行 但是高程度是什么呢 圣灵充满与神 密切同行 领受神的策略 主就喜悦和珍惜 我希望我们群体里面 有不同的恩赐 不用一定想有什么超自然恩赐 不是的 个个不同的恩赐 配搭一起 帮助复兴宣教士工 能够推动更多复兴 我们都希望大家接受 我们复兴宣教士工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是祝福不同的地方 香港不同的教会 不同地区 外国不同地区的教会 也都是训练教育 如何带来复兴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 好像普通的教会 建立一个教会 所以我不是放精力在建立教会 我是放精力在训练 和去宣教 这个是我的主要 因为很多人都建立教会 香港很多教会 目的不是在这方面 而是带来复兴的 这个是需要方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聆听到神的声音 你就问神 神啊 我们有什么方向 是可以神带领我们的 在这一阵 我想跟大家 有一个短短的 等候神的时间 五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就大家安静 在座位那里 就安静 一路去想着耶稣 多谢天父 一路感激耶稣 那你就留意 有什么意念 弹出来 没有你又不用 心急 又不用 不开心 就是心里面 神啊 你真好 我内宗会说一些 说话 内宗的 不过我给多些时间 大家安静 大家可以想一句经文 大家可以想到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怎么爱我们呢 我们又怎么去爱人呢 我们可以思想这个经文 又问问神 有什么对我们说的话 多谢天父 求主亲自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对我们说话 带领我们 也都叫我们 不要因为听不到声音 而有急躁 平稳安静地 接受任何神的工作 对于我们想法 我们要等待神 我们不能去想 不是去想 我们可以考虑个经文 但不是去想 神 你跟我们说什么 多谢天父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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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见高手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questions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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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和耶稣相爱一样 在等候的时候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多谢天父、多谢主耶稣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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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主耶稣 爱我 主耶稣 爱我 主耶稣 爱我 有先见过 送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好 看着先的时候 有没有人有任何意念 用回刚才的诗歌 我想去赠地神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牧师说 神要跟他说话 其实这个是我的祈祷 亦是我的盼望 今天上帝也就跟牧师说这个教导 让我对于听神的声音 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去学习 神都愿意听我们说话 但是呢 我们带了什么心态 我们带了什么态度 去听神的声音 我觉得实际上 今天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好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的 当我看症的时候 我又是见到那个画面 平时呢 就 见到耶稣 躲下 我就好像一个嬷子 跑过去的 周围七哈一见 但是这次呢 就有点蒙蓉的感觉 但是呢 耶稣就在右边 我就好像一个嬷子 跑过去 跟着最初一阵呢 就有些事画出来 就是诗篇第一边 要我照页思想 有人变为有福 就连续有几句 为喜爱耶 有的律法 奏若思想 就是变为有福 他没有 一开始就是奏若思想 就是变为有福 嗯哼 嗯哼 走着一本事 就在开水旁 爱时下结果子 也只有一本股肝 就这几个 好 那就是阿神 好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啊? 好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聆听神 都是留意神给我们的意念 但是我们都会 接受一样东西 就是说 有些人容易领受 有些人没有那么容易领受 不要紧要的 慢慢来的 那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